二十岁的帅小伙竟爱上了四十岁老阿姨 可谁知 一个美好的夜晚过后 老阿姨却吃完不认人了 不仅招呼都没打 就早早地离开了 更是还在桌上 给小伙留了一个大不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 小伙想着一定要给阿姨打个电话说声谢谢 可拿起电话才发现 原来昨晚他们都没有留电话 听话的没有 没有办法的小伙 只能又来他们相遇的地方等待 希望能再次碰到阿姨 可经过好几天的等待 小伙虽然遇见了 许多和阿姨一样气质的女人 却始终没有见到她心里的阿姨 然而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正当小伙觉得此生 也许再也见不到 那个心心念念的阿姨时 她却在一次画展上 遇到了阿姨 可让小伙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阿姨 却对她一场冷漠 不仅一点没有恋人重逢的热情 更是直接把她当成了空气 转身就走了 可上天安排的缘分 岂是你想跑就能跑 没走几步 阿姨的鞋子就被卡住了 甚至还差点摔了一跤 好在小伙及时地抱住了她 可旁边的青花瓷却倒霉了 可让阿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她叫服务员喊老板来 准备咬牙赔个几百个W事 她才知道 身后的小伙竟然就是这里的老板 但更让她吃惊的是 面对着几百个W的损失 这个二十岁的小伙 竟然展现出了与年龄不匹配的格局 不但全程不接她赔偿的话题 反而是一直在要留她的电话 甚至为了让她心安 小伙竟然直接告诉她 如果真要算价值 那天她给小伙留下的EW 比这里的一切都值钱 看着这么充满爱意的小伙 阿姨心里开始沦陷了 要不是想着有二十岁的横功 不在乎世俗的眼光 阿姨恨不得现在就去拿户口 可现实却让无法走出这一笔 然而就在她无比纠结 束手束脚的时候 小伙的一句话 却直接把她心里的这个横功 给彻底的填平了 你多大了 二十三 几个月过完生日我就二死了 你还在过生日的年龄啊 你眼就能够认识 姐姐我都不知道 上次会生什么年龄 我等你下次生日的时候 我给你洗吧 我没看见 我明天说 你会用我创造神话 我面前为我 你能够努力 在外边太轻 这狼狼闻闻的呼喘 你 empresa